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範例7 範例7一樣是關於理想氣體方程式的一個應用題 首先我們一起來閱讀題目 图1是水平放置的圓柱形密閉容器 當你看到密閉兩個字呢 你就要理解到這個氣體是不會有露出來的動作 它是一個密封良好的狀態 所以說不管你在任何的其他動態的溫度 或是不同的壓力下 我們的莫爾數N是不會隨之而改變的 所以當你是密閉 代表說你的莫爾數N是一個固定的值 中間以無摩擦的活塞 以無摩擦的活塞去做隔開 活塞在哪裡呢 活塞在這一邊 就是我現在用黑色筆畫斜線的地方 如果要強調無摩擦 那你就不需要考慮像摩擦阻力這些的介入 所以說代表它可以自由的滑動 接下來它說在活塞的右邊跟圓柱形容器的右邊 它描述的非常的精確 以一個輕質堂皇做相連劫 首先你要知道活塞的右邊在哪裡 在這邊藍色筆畫的 然後容器的右邊中間塞了一個輕質的堂皇 那什麼叫輕質堂皇 這是一個物理上的默契 就像我講光滑你就知道無摩擦 那我講細繩就是忽略繩子的質量 那我講輕質堂皇 那你就是不需要考慮堂皇的質量 所以這個堂皇本身就是扮演一個 我可以提供你坦力 只要我有形變量 我可以提供你坦力 但是我本身的質量 你是可以不用那麼在乎的 同時它也符合五克定律 也就是說堂皇的坦力 與它的形變量之間 是一個正比線性的關係 而相關的係數叫做彈性常數 或講彈性係數都可以 那自然長度是圓柱形容器長的一半 好那我們說下來一半 所以說現在這個堂皇的長度 在這個自然長度下叫二分子L 我們自己假設全長加L 所以另外一部分 真空的部分也是二分子L 它這邊翻譯的自然長度其實很原文 因為有時候你聽國外的老師在上課 這個自然長度它會稱作叫 其實就是你認知的原長 通常我們可以稱它叫做natural length natural length natural 就是很天然的很自然的 包括我們講的平衡點 如果你照中文去翻平衡點叫做equilibrium point equilibrium 但是這個平衡點呢 你也可以把它稱作叫natural position natural position 也就是這個物體在堂皇的最自然的 最舒服的狀態下所處在的位置 那個叫natural position 也代表著平衡點的意思 所以自然長度natural length 就是很直接性的翻過來 左方為真空 右方理想氣體的絕對溫度 剛開始叫做T0 接著我要開始幫你做增加 去做一個升溫的動作 升溫之後呢 氣體的壓力就會怎麼樣 如果你體積固定的話呢 它壓力正常就會上升 所以它就推著你這個活塞 在抗拒的彈簧的回復力的條件下 慢慢的朝左側去移動 想像得到嗎 它慢慢的朝左側去移動 那我們繼續把題目閱讀完 它想問的就是啊 彈簧伸長的VM 和你溫度X 和你溫度T的關係為何 彈簧伸長的量呢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你活塞朝左邊移動的距離大小 對不對 那因為你的彈簧被拉長了 彈簧被伸長 它想要縮回去 所以它會有一個回復力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 往右手邊畫一個彈簧的回復力 叫做KX 這就是你彈簧的回復力 那為什麼活塞沒有繼續的 這個朝右邊動或朝左邊動 就平 假設在溫度T下就平衡在那邊 因為你會有一個氣壓 是朝左手邊作用在這個活塞身上 對不對 有一個氣壓作用在他身上 那你之所以沒有持續的朝左手邊 真空的部分繼續推 那是因為有彈簧的回復力嘛 所以光是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列一些式子 首先我們可以看第一條 我用深色一點好了 第一條 我們的氣壓P 國中有學過什麼叫壓力 就是你每單位面積所受到的什麼 垂直作用力 現在不管是氣壓還是彈力 都垂直於你活塞的面積 對不對 活塞的面 我們倒不妨直接給它假設 這個結面積就叫做A 所以我們的壓力P A分之F 這個F現在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是你的彈力 叫做KX 所以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很自然而然的找到什麼 我們找到了壓力P 跟我們這個X之間的關係 對吧 我們理想氣體方程是就是探討 壓力溫度 墨爾素還有溫度之間的關係 PEVNRT 題目頻頻又想要探討說 X跟溫度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盡量是把這些PEVNRT 裡面的這些變數都跟X盡量扯上關係 包括第二步驟 我們的體積也是可以來搶辦法跟X扯上關係 體積相當於什麼 就是你的截面積乘以長度 對不對 你的截面積乘以長度 我現在把 往左邊 往左手邊以後 我幫你重新繪製一下火塞 假設最左手邊的就是你火塞的位置 彈簧的natural length natural length 叫做二分之L 我假設溫度升溫到T以後 現在裡面是一個溫度T的狀態 你的活塞會朝右手邊移動X 所以現在整個氣體存在於容器的長度 就是二分之L再加上X 同時我們剛剛也假設 這個活塞的截面積就叫做A 所以很明顯的體積V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A 再去乘上長度 就是X再加上二分之L 讓我們把它橫抄過來 V就可以寫成截面積A 再去乘上它的長度 長度是自然長度 二分之L容器的一半長 再加上活塞向左邊移動的X 所以你看我又把體積V 跟我們的X之間的扯上的關係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PV的NRT 來給它列一下 因為裡面的莫爾數N 因為它是密閉容器 N是不會變的 在給定一個溫度的條件下 PV的NRT會長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第三步驟 就可以把PV的NRT給它點進去了 PV等於NRT 好首先我們把壓力 壓力在這邊 A分之KX 把它橫抄進去 壓力叫做A分之KX 那體積呢 體積叫做A去乘上X加上2分之L 所以呢 A先寫上去 再去乘上X 再加上2分之L 好怕你眼花撩亂 所以第一個A分之KX 是對應到壓力的角色 第二個 截面積再去乘上的長度 這就是你這個體積 氣體的體積 這個叫做V 右手邊繼續寫下去後 叫做NRT 好 那不要忘記的題目 想要探討的是什麼 想要探討的是X跟T之間的關係 那為了讓你看得更清楚一點 你就可以把裡面的東西全部展開來 其實反應快的人 應該已經感覺到它會是一個曲線 那我們先把裡面有的A跟A 是可以消掉的 那繼續展開來變成KX squared 就是平方 再去加上2分之K KL再去乘上X 會等於NRT 好 那我們現在用紅色V圈前 關於T跟X之間 它會是一個線性關係嗎 它是直線方程式嗎 不是 因為左手邊還有一個X squared 它有一個平方 你甚至不大需要知道 它什麼樣類型的跑路線 反正它肯定不是直線 它不是一個線性關係 於是我就可以歸納出來 X跟T之間的關係 肯定是一個曲線 它肯定不是直線 它是曲線關係 至於它是哪種曲線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做選擇 首先下方它給我們這個圖 加1丙丁 它的縱軸就是X 橫軸是T 首先只要長得像直線的樣子 通通給它劃掉 像是加1 還有物 這些都是直線 唯一是曲線的有誰呢 就只有丙 還有你的丁 但是丙跟丁之間差別在哪裡呢 一個丙的延長線呢 有通過什麼 順著這個趨勢的延長線會回到原點 那回不去原點的叫做丁 所以你只要去判斷一下 剛剛的曲線 究竟會不會通過原點就可以了 這算是蠻簡單的股東數學 那我們現在討論在右手邊 不用 我們就直接在上面寫就好了 你看當你絕對溫度叫做0的時候 等號右手邊叫做0 對不對 左手邊 You have two terms 你有兩項 每一項都有X 所以右手邊如果叫0的話 左手邊你一定叫0 所以當你絕對溫度T叫做0的時候 X也肯定叫做0 所以當絕對溫度T叫做0的時候 你把它壓到原點 X也一定叫0 所以他一定會通過你的原點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下方 會過原點的有誰呢 答案就是丙 可以 阿丁就不要選他 OK 這樣子應該不難吧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如果你是喜歡物理的人 你搞不好想要針對這個圖形 再多做一些深入的探討 比方說 現在我黃色筆畫下來的虛線 虛線所通過的溫度 你猜應該是誰 應該就是T0 對不對 應該就是一開始的題目所給的 起初的絕對溫度叫做T0 畢竟我是要從T0 給他的升溫到T 所以我的這個圖形 你才會從T0向哪裡 向右手邊去跑 向右手邊去做升溫的動作 畢竟他只強調升溫 對不對 我看一下 他說要緩慢增加或塞 右方理想氣體的溫度 所以你是要增加溫度的 所以我們的實驗數據 自然就是從T0開始 往右手邊去做記錄 所以丙在T0的左手邊 之所以給你畫個虛線 你就覺得也就合情合理 畢竟我們的實驗實在做升溫的動作 降溫以後的這些數據 都只是用去想像的去猜測一下 它可能有趨勢而已 可以 好 以上就是關於我們的範例期 我把它放大一下 各位這樣可能截圖上需要 好 看看有沒有問題 我們這邊先緩衝個30秒 有問題我們可以討論 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要進到範例吧